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相当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卷书 除此之外 它更真实剖析了各种处境之下的人性与心理哦 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章里面 有一句经文就使用了非常巧妙的方式 描绘出人的私心 同时也刻画出 人们不断寻找归属感的孤独身影 让我们一起来读真言第二十章 真言第二十章 酒能使人陷慢 浓酒使人喧嚷 凡饮酒错误的 就无智慧 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 惹动他怒的 狮子害己命 远离纷争世人的尊荣 愚望人都爱争闹 懒惰人因东寒不肯耕种 到收割的时候 他必讨饭而无所得 人心怀藏谋略 好像深水 为名哲人才能挤引出来 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 但中性人谁能遇着呢 行为纯正的义人 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王坐在审判的位上 以眼目驱散诸恶 谁能说 我洁净了我的心 我托尽了我的罪 两样的砝码 两样的生斗 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孩童的动作是清洁 是正直 都显明他的本性 能听的耳 能看的眼 都是耶和华所造的 不要贪睡 免治贫穷 眼要睁开 你就吃饱 买物的说 不好不好 即至买去 他便自夸 有金子和许多珍珠 唯有知识的嘴 乃为贵重的珍宝 谁为生人作宝 就拿谁的衣服 谁为外人作宝 谁就要承当 已虚恍而得的食物 人觉甘甜 但后来 他的口必充满沉沙 计谋都凭筹算立定 打仗要凭智谋 往来穿舌的 泄露密室 大张嘴的 不可与他结交 咒骂父母的 他的灯毙灭 变为漆黑的黑暗 起初速得的产业 终久却不为福 你不要说 我要以恶报恶 要等候耶和华 他必拯救你 两样的砝码 为耶和华所憎恶 诡诈的天平 也为不善 人的脚步 为耶和华所定 人岂能明白 自己的路呢 人貌师说 这是圣物 许愿之后才查问 就是自现网罗 智慧的王 博三恶人 用路读滚压他们 人的灵 是耶和华的灯 剑察人的心腹 王因仁慈和称识 得以保全他的国位 也因仁慈利吻 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 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 边伤除尽人的罪恶 则打能入人的心腹 买物的说 不好不好 极致买去 他便自夸 这句话几乎演完了 一出短剧 上门买东西的人 不断嫌弃店家的品质差 借此杀价 占到便宜之后 却马上 剖网炫耀自己 买来的好东西 所罗门只用了一句话 就让我们看见了两颗心 一是占人便宜的私心 而另一个 则是想要以炫耀 博得关注 寂寞不安的心 亲爱的朋友 身份认同与归属感 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渴望 这并没有错 但这份安全感 则在你尚未出生的时候 天赋就已经为你预备了 你不需要用任何东西 证明你的价值 因为你是他所爱 所珍惜的孩子 也是独一无二特别的存在 祝福你 享受从天赋而来的安全感 并且因为这份爱 不再感到孤单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帮助我不再漫无目的地 追寻认同感 并且使我的心 被你的爱充满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声明祈求 阿恩 祝福你 所需的爱 由天赋来满足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